上礼拜我们讲的是有关于新增一些基本形状 圆形、球形、立方体、柱形、锥形这些基本形状 然后我们用这些基本形状 最后请大家一起拼出一个雪人 还有印象吧 那这礼拜我们要讲的是第二种的重要主题 就是我们第一个是你会加入基本形状 那这是上礼拜的主题 那今天的主题是你要能够把这个基本形状改变 变成其他形状 那这种叫做编辑模式 那编辑模式其实它是就是用来建模模型塑造的时候用的 那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那种3D动画软体 它可以建出一个人 你用基本形状是不可能拼出一个像玩具总动员那样的人 或者是一只马那这是做不到的 但是用编辑就可以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编辑 但是今天我不会告诉各位怎么做一个人 因为那个太难了 我自己都做不太出来 因为我做出来大概只能像小叮当那个样子就不错了 那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那个必须要有一点美术天分 你可以做得出来 我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会很丑 那各位呢 这部分美术天分的这部分就靠各位自己 像那个 我有一个学姐叫许家瑜 我完全见不出那个人 他见出来的人超漂亮 那他那个 就是做出来的那个人 已经都完全有那个日本卡曼的那个水准 那我觉得很棒 那后来其实像 像他们有一些 就是像许家瑜他如果再做下去的话 其实他可以做出那个你真的人形 已经 以他的美术天分是可以 那我的话呢 我大概只能够去网路上找现成的模型 会比较适合 因为现成的模型我不用再重建 我要去捏出那个人 我觉得很难捏 真的很难捏 那所以我们今天教的是最简单的 怎么样子做编辑 那编辑大致上有很多种方法 今天我们主要会教的是起初法 因为其他法呢 拼装法其实我们今天也会教 雕刻法今天我大概不会教 那二维提升法这个比较不像是blender里面的功能 像有一个google的软体叫google sketchup 这个在建筑系常常被使用 建筑系现在很多都使用google sketchup这套软体 那通常他是用来做建筑建模的 那但是呢 它基本上就是从平面开始提升的方法 那另外环绕法这是用来做一些比较对称的模型 像齿轮 齿轮如果你每一个齿都要自己拉 那会太累 那你就做一个齿 然后把它环绕成360度就好了 那这个叫环绕法 那另外一个修饰运算 那就可以做细分 那细分今天我们也会用到 那挤出法的方法是像这样 我已经有一个立方体 然后我找出它其中一个面 然后不断的按E去挤出挤出 那你就可以慢慢挤出一个模型 那环绕法这个是对 像齿轮甜甜圈这种东西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编辑 那上礼拜看的物件模式有新增 删除复制 复制按shiftD嘛 对不对 删除按S嘛 新增按shiftA 那移动按G 旋转按R 缩放按S 还记得吧 那另外呢 今天我们要教的是 编辑模式是物件内部的编辑 它一样有新增 删除复制 移动旋转缩放这些模式 它通通都有 但是它都不是针对那个物体 它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说一个点或者是一个面或者是好几个面 是这样子来做 好那我们按Tab就可以切换模式 所以在这个我们初始画面里面你会看到 这一个object的旁边这个就是object mode 这物件模式 那上面的这一个edit 就是edit mode它是编辑模式 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就是这个edit mode 编辑模式 好那另外稍微再跟各位额外 先说明一下的就是编辑模式的旁边这里 它有一个是这个viewport shedding 就是说阴影模式 那阴影模式里面你可以选择花纹 或者是固态的 或者是框线的wireframe 或者是bounding box 就是外框的那个盒子 那这四种模式呢 看起来会不一样 同一个模型看起来会不一样 那这里有个例子 如果会进一只蝴蝶 那蝴蝶如果用texture会长 可能会长这个样子 用shaded的就只能是黑色的 那用solid的可能会就变成这样子 那用wireframe就会变成只有线的模式 那用bounding box就会是一个一个的立方体所组成的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用两个模式 一个是solid的 一个是这个wireframe 当你不想看到颜色的时候 就看框架就好 这样只看框架你会比较清楚 它里面的线路的结构 好那这边有一些快速键 那A是全选和全取消 B是框选 那BB从前是全选 但现在已经改成C了 所以这个要改用C 全选 Z呢是在solid和wireframe之间切放 那GSR就是上礼拜所说的那个快速键 平移缩放旋转 那E呢是今天所要用的挤出法 挤出 那编辑模式我们要进去之后 你可以先按这个 把object mode改成edit mode 那改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诶怎么是橘色的 这橘色其实代表是说 所有点通通都被选起来了 所有点都被选起来 你可以按一次A呢 就会把所有点都取消选取 就会变灰色 那现在我们是在正视角的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切视窗 变成有一个正视角 一个相近视角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切成四个视窗的方式 那或直接切成quote view 那一般来讲就是有些人喜欢四个视窗 那通常我会用两个视窗 好那进去这样之后呢 你先把它全取消 然后你要找出点线面的选单在这里 点这是点 这是线 这是面 点线面的选单 那找到之后呢 你先按A取消所有顶点 刚刚的橘色就不见了 橘色不见之后 你随便选一个点 随便选一个点 好 然后OK 这是移动功能表 选取点 选取点 按滑鼠的右键去选取它 那选取了之后呢 一样你按G 按G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抓 抓到任何一个地方 按G 那我移动一个点 就会变成这样子 尖尖的 对不对 因为我移动的是一个点 它会变尖 好 那如果我今天选的时候呢 我是选下面这个线 线的话 它会变成这种斜波 斜波 如果今天呢 这是斜波的结果 如果今天选的是一个面的话 那它会把整个面都拉走 都拉出来 那就变成本来立方体 变成长方体 而且可能是斜长方 如果你拉得不太正 就变斜长方 T形的长方体 好 那这是面移动后的成像结果 那你也可以面随便的移动 你会发现它会变倾斜 好 这是倾斜移动的结果 那上礼拜所讲的那个S和R 也就是放大和旋转 在这里也都可以用 你不只可以移动 你还可以转动 那你转动之后的结果 这个整个长方体就会变成中间扭曲了 好 那这是转动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它扭曲了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OK 转动之后扭曲的结果 好 那我们先做到这里 那今天的第一个作业 会是请你盖房子 盖一栋房子 好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怎么用 来 先打开Blender 好 这是我们Blender 2.65版 那刚刚讲的编辑模式呢 是要选这个 这边upjet mode这里的edit mode 选edit mode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它是全部橘色的 我按A 先把这边拉出来一点点 然后我按A 那这会全取消 全部取消了 那这边T 2我这边我不要按T 就会把这一个变大一点 好 这时候呢 我如果去选其中一个点 我按G 那你就会看到 按F12 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把它微复 按Ctrl Z 微复 如果我今天呢 选的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线 这里是选线 好 选了线之后 然后我一样按G 拉出来 那你会看到就像这个样子 好 OK 整条线一起拉出来 如果我今天呢 想拉出的不是一个线 而是一个面 那我要选面模式 就是 然后我要修改这个面的位置 我按G OK 那这样子呢 就会得到 你会发现 OK 这边长方体 那我按G的时候 我也可以变成倾斜 这样 它就变倾斜了 OK 那你会觉得光线不够亮 那环境光像上礼拜那样 测一下 0.2 好 按F12 好 那这个是线 好像有同学拉不出来 好 没关系 待会我们再帮你看 什么问题 好 接下来呢 你这一个面 你也可以按R来给它转一下 这样就扭曲了 然后按F12 它就扭曲了 好 那可能会觉得 太大了 按S缩小一下 我现在已经回到物件模式了 我再按一次Tab 按一次Tab 键 按一次Tab键 又回到编辑模式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当然 这样子已经做得 有点太多了 我们把它回到 按Ctrl Z 回到原本的 那 你除了可以做 那个编辑旋转以外 你还可以做缩放 像我把这个面给缩了 给缩放放大 好 那你会觉得 奇怪怎么变成一个平面了 事实上不是 它是一个电视形状的那个 就是锥状 那我按这个 奇怪 它的位置不太对 对不对 位置不太对 那没关系 因为这是你相机的位置的问题 那我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我 我想照到比较立体感的 我先切到顶视角 切到顶视角 我按 等一下 我们先回到 回到物件模式 然后按R 这样照起来会比较有立体感一点 OK 这是我们的 很像电视的一个盒子 好 这样子 OK 所以你可以用 哪里呢 进入编辑模式 按Tab键 或直接选这一个功能选单 进入编辑模式 可以全选或全取消 按A 按A 然后 现在是在物件模式 我要编辑模式 去做才会变成那个 选取那个单一物件 好 这是全选或全取消 那 我现在全取消 然后我选一个点 选一个点 这现在是面模式 所以它选的是面 我选点 然后按G 按G 就可以把那个点拉走 好 所以现在又变形了 就变这样 那 所以 当然你觉得这个颜色好像不太好看 灰色的真的 看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变一下 变一下 那就变绿色 那就变绿色 好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测试一下 这里 这里其实 可能我操作的 操作的 感觉好像很简单 但是事实上 你必须要熟练一下它 所以 各位就去试一下 你能够做点线面的平移 旋转 缩放 这三个动作 点线面都要做 好 各位请试试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